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Hera對殺MBL的對決 這次上文明比賽是波蘭對上蒙古 Hera選擇是波蘭 MBL選擇是蒙古 那我們稍微來講波蘭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原來波蘭他算是一個半全能行的文明 為什麼會說他是半全能行的原因是因為 雖然他有強弩也有母子 但是他沒有三級遠防 那步兵的話雖然攻防都有滿 算是打步兵算是OK的啦 但是如果是打奇兵的話 就會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遊俠 那為什麼馬也可以打呢 因為通常沒有三級馬防的話 通常是不太能打的 那波蘭為什麼可以打馬蘭 是因為他有貴族特權這個科技 那貴族特權這個科技呢 是可以用少量的黃金 然後爆出大量騎士的一個能力 那算是非常強力的一個文明 那除此之外呢 他的銀罐有這個效果之外 他還有一個是金罐 他的金罐只要點下去之後 你的肉馬 是有一個践踏效果的 就跟你的敗戰庭聖騎兵一樣 點了後勤之後 那個敗戰庭的一個金罐效果 就是會有敗戰庭聖騎兵 會有践踏效果 但是敗戰庭聖騎兵又很貴喔 研發黃金都吃很兇 但是破爛這個文明呢 你只要出肉馬 就可以享有敗戰庭聖騎兵的那個践踏效果 非常的厲害 所以即使他的馬沒有三防 也是能打完就是這樣子 算是一個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的一個概念的文明喔 那破爛出之外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衝車是有大風車的喔 那大風車其實有的文明並沒有非常多 而且我覺得大風車我是蠻喜歡的 所以個人真的蠻喜歡破爛這個文明的 就是胃口都蠻對得上 我的玩法這樣子 因為我個人是打CD國也打了五六年喔 從2017年打到現在 欸這樣多少 2017年那一代啊 他五六年 他雖然是蠻早期就在玩喔 但一直沒有找到這種 可以又出大衝車 又可以打強弩 又可以打步兵 又可以打騎兵的文明喔 然後破爛就非常 很合我的胃口 那再來就是他的魔法啊 會變成大莊園 那在大莊園附近喔 撒這個農田 就可以立即收成10%的農田 這就代表你村民少採集10%的時間之外 還可以立即收成10%的食物 非常非常快速的一個 收成食物的一個能力喔 那這個能力 像我們剛剛上述講的這些冰種啊 都是需要吃掉大量食物的 像是強弩啊化學啊三級色啊 或是拇指環啊 這些都是要吃食物的嘛 那步兵就不用講啦 步兵也是吃的 那騎士的話也是啊 騎士大洛馬啊 或是便宜的 便宜的騎士啊 重量騎士 都是要需要大量食物的 再來就是大衝車也是喔 衝車點到大衝車也要1500 所以這個能力完全符合了我的內心中 就是內根 最想要玩 就是我的理想中的文明的一個藍圖 波兵全部就涵蓋到了他的能力 再來就是波兵有能力很特別 他挖石頭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說呢 通常我們在玩世紀帝國裡面 你只要挖石頭就是一個傷經濟的一個選擇 一定會傷到你的經濟 你的經濟不會那麼好 因為你的石頭不能轉換成為其他經濟資源 或是點科技上去 不管怎麼說 挖石頭就是傷經濟 這是每個高手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對波兵來說 挖石頭並不算是非常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甚至也可以當挖石頭為一個主要挖黃金的一個手段方式 來看一下這邊好了 我們這邊看一下 可以啦看到對手 MBL這邊拉了三村過來 而且兩隻棒棒 吃頭都看在眼裡 但不確定這個村民有沒有看到 目前只有看到棒棒而已 好那棒棒三隻過來 這邊打三棒喔 這邊跳脫Meta 通常打三棒就燒到點裝甲了 欸對點裝甲了 對點裝甲了 好裝甲點下 然後兩邊都上了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上了之後點了裝甲 然後這邊 欸我想要防止圍死啊 這個有想法欸 欸居然圍死了欸 直接鵌養 用這個 斜面喔 來圍這個防止 然後把 這個什麼 嘿 MBL的棒棒直接圍在家裡了 好那這邊MBL 直接上封建時代 下了一個劍塔 然後後面補下了射箭塔 看來是要使用塔弓弓戰術了 右邊的棒棒 直接 少掉了 欸沒有少掉 就是直接死了一隻肉嘛 兩隻棒棒在左邊 右邊有一隻 棒棒 那感覺棒棒被關起來之後 本來點下的裝甲 那馬上就取消了 因為知道自己的棒棒喔 應該是做不到事情了 那個棒棒就沒升級為裝甲步兵了 這就是一些高手的決策喔 非常果斷 就是不太會猶豫這些 不太會猶豫這種 就是斷省離他們都做得蠻精準的 就是該停損的還是要停損喔 不能把這個虧損區擴大下去 雖然三棒棒已經做不到事了 但是至少 也把這個 欸這個這個這個要死了這個要死了 這個會出事 這個聰明有問題有問題 再一下 再一下再一下 哎呦這個圖 哎呦這個防止圖都好 哇 他剩4滴阿 雖然這個聰明應該是不會死喔 因為 本身聰明是有約二遠方的 然後再來就是 波蘭的 村民會自動回首 你看這個血量慢慢回了回來 呃在黑暗時代的話 是可以回5滴 那封建是為10滴喔 每分鐘 所以這個殘血的村民 過不了多久 血量應該就回來了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大中原旁邊撒田的話 可以立即收成10%的食物 那通常都會被高手或是玩家們 針對一個重點 就直接來弄大中原 通常大中原被弄得很慘的話 波蘭就被傷到命脈 所以玩波蘭的話 通常前期都在防守 就是來防這個你的大中原 不然就是你要自己真打很兇 出一堆弱麻 或是出一堆戰毛 瘋狂往前推進 就是讓對手沒辦法 一直來你家 撒亂你的大中原 採集食物的一個功能 那這邊 天娜 是打算要打一個 防守型的一個開局 那是專注於經濟發展的一個玩法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很明顯 他的大中原是下在這邊 是在裡面的 算是相對好防守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挖石頭 插箭塔防守也是OK的 我剛剛有講到 大部分文明挖石頭都是 虧經濟的 但是對於破爛來說 是不會太虧的 因為他會產生黃金 基本上不用去真的挖金也是OK的 也是可以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也可以點下在即社 什麼都可以 再來就是 封劍挖石的好處的話 在自己守家裡的領地的話 就可以省下大量木產 然後用這個箭塔來防守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這個還是需要吃大量手術的 並不是 並不能還是只能單純用 箭塔來做防守 因為肉馬 或者是上城堡時代的騎士 鑽到肉洞過來砍個幾道的村民 還是要躺在地上抽的 那這樣子的話 還是圍起來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你不圍的話 被人家鑽進來 砍一砍還是會投不血的 除非你下城堡 那就另當回事了 那這邊 箭塔下了一個 那後面再補下一個大中原 大中原的話 通常轟建時代 只要撒到15片田 或是14片田 那上這個城堡時代速度 其實就已經很快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會撒幾片田 這邊有17個村民 但是有幾個村民 並沒有撒田 其實最多是撒16 但這邊應該只能撒到15田 應該只有15片田 這樣騙好的話 就是15 好對15片田 那15片田也是OK的 這樣就已經足夠能夠上城堡時代 那這邊 戰矛想要過來騷擾或是反擊一下 但是對手 MBL 想要來挖這個金礦嗎 這邊一直蓋在房子 在幹嘛 這邊戰矛直接上來硬欸 燒掉一隻 再來一隻嗎 可以嗎可以嗎 OK 但是對面是高地喔 可能要撤退一下 不然這個會越打越劣勢 好這邊退一下 下面戰矛也過來 點一下這個小弓 小弓優先收掉 好這樣出戰矛的意義就特別大 好但是對面的戰矛數量點多 要來稍微走位一下 唉唷直接點掉小弓 優先點小弓 太狠了 還是這邊有點被貼了上來 這些戰矛可能要被收光 但是一個高低打低低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雖然數量很少 應該還可以再換掉一隻 OK 好那這邊戰矛全部換光之後 家裡的戰矛也算幾隻 還能再繼續打嗎 但是甜的話 雖然有薯片甜 但是必必要馬上想要上到封城堡時代喔 如果是我這時候就想要趕快上封城堡時代 但 這不愧是黑啦 黑啦還是打得比較穩健一點喔 這邊選擇出肉嘛 然後等一下一擊防禦馬侃 要來做一個 康克戰矛的一個想法 還有這個小弓 但是這邊 找找黑啦就已經在挖石頭了 那這邊下這個劍塔 就顯得比較輕age 那下這個劍塔防守就會簡單許多 然後這邊趕快進去射一下 但是這邊劍塔好了 可能這邊要再下一個 對這邊要再下一個 好那我們就剛剛我們開頭講到了 前期用劍塔防守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有些地方還是要先圍一下 明明被鑽進來 不然就是要再打一些強軍事了 那這邊黑啦是選擇用劍塔防守之外 還要加上自己的強軍事 來做一個防守的一個動作 並沒有很單純使用劍塔防守 冰還是會出 好這邊一個夾擊 哇直接關了起來 大量的肉麻 這邊還想要再圍 但是人沒有辦法圍起來 等肉麻過來了 肉麻過來全部吃掉 戰矛跟小弓 哇這邊戰矛跟小弓死亡次數 全滅的狀態 好這邊再補下一個劍塔 想要來反制MBL的一個劍塔的攻勢 應該是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繞了兩隻小弓進來 想要來做反擊 做一個塔攻勾 好這邊劍塔著火 裡面的小弓全部跑出來了 好這邊肉麻全速吃掉 哇好穩啊 黑賴打得超穩的 這邊就還點下瓶種 好這邊點下瓶種的話 那這邊肉麻的傷害就非常強大了 因為這邊有一攻一防 而且又有瓶種的話 唉唷然後這邊的刺頭還抓到MBL的一個村民鬥像 這三隻應該是兇多吉少了 再來還一個GG斯密達了 那這個塔也是沒救 反正山村出去蓋塔 有可能回家了 那大家現在來不及啦 這邊也果斷棄村喔 把家裡圍死了 那MBL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劣勢的狀況 村民術差距有點多 差距七村 但由於是因為比較早點城堡 反而就差了一兩村正常 但這邊又送掉了幾村喔 所以這個村民術差距有點大 好那這邊差距八吋的情況下上城堡 好那波蘭這邊的經濟會非常非常好 而且這邊田圓還補到二十三片田 因為是有打軍事的關係喔 所以通常這個田還是會再補一個八片田 好那這樣上城堡的時代會再更快一點 欸這邊一上城的話 肉量會非常非常大 呃非常大的情況下 然後這裡又有蛙石喔 六人蛙石 那六人蛙石頭黃金也再繼續跳 那待會插城堡的話 食物也這麼多 就可以來考慮馬上一上城就點這個貴族特權 貴族特權點下去之後 一隻騎士黃金只要三十塊錢 非常的省 只要三十塊錢的騎士 比小公還要便宜喔 那個量自然就能爆出大量 那問題就是食物的問題了 但是我們剛剛講過 波蘭的食物收成非常非常快 所以這個貴族特權 越早點這個殺傷就越猛了 好 那這邊石頭挖完要來右邊挖 欸不對喔 這也是瘋狂挖石頭 並沒有來點挖黃金喔 完全是在靠石頭過生活的啊 黑拉 好那黑拉這邊 沒有打算要繼續進攻 對方能上城堡時代之後 稍微把兵往回拉 看起來還是打的比較 算保守一點 並沒有一直想要做一個強攻的想法 好這邊我發現大量的小公從上面走上來 這邊MBL我看到喔 這邊挖石頭村 明明是有看到的喔 因為這邊有採礦林地 跟他的兵工場 喔這邊射弩冰 上來直接硬點死了兩村 三村應該是不是問題 四村 五村 六村 欸這一村沒拿到 當然不拿到啊 好不拿到 打算繼續走 哇這個一進來 村民術直接瘋狂拉近了 只是拉近直到兩村了 可能會拉到扯平喔 應該還會在十一村 甚至在兩村 呵呵 好 好 欸啦這邊 被抓一波大碗的喔 村民術瞬間被MBL反超 而且這邊 駱駝也過來 這邊騎兵 跟刺猴會有點難受 但這邊駱駝打 村民的效果並不是那麼好 但還是有點傷害在 好 有六公在 所以他砍那個村民 還有五滴血 好這邊 騎士關節 但是應該是打不太贏喔 四隻駱駝 再來兩隻騎兵 這是綽綽有餘 好這邊左邊又再次崩潰 要趕快再繼續拉村回來了 我覺得這邊要再下一個城堡 或是這個地方 開口點 不然這個兵子怪也是個問題 好 但是這邊 黑拉已經覺得 哎呀 不守家裡啦 直接一個大亨寶前置 竹子女蛙大金 好那黑拉 想要用炸毛劇做潛壓 那怪毒特選 有機會等等就可以點下 就可以來挖金 來爆這個 大量的貴毒特選的騎士 但由於對面目前 MBL是出駱駝 所以這貴毒特選可能會晚點出來 並不會那麼早 前期可能還是會出點奴兵啊 或者是綽綽來防守 或是直接出寶兵也可以 好這邊是選擇出寶兵 那這個寶兵是奧布奇 奧布奇是一個步兵喔 那這個步兵蠻特別的 只要被這個步兵尻到五下喔 進防跟遠防都會減一 直到護甲歸零為止 那要回復的方法就是用孫女喔 去補他的血 然後補到全滿 要護甲才回復喔 但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設定 好那左邊這邊 密接木劫還是解不掉 但是前線一樣在給對方壓力 好兩隻騎士過來稍微解一下 那待會有機會的話 就在家裡插個城堡 那這個田就可以收復 那肉的話 就可以回復到正常的 營運狀況 好戰毛的量 有點 沒有很多 這邊但是還是依然走進去 再提提一下 跟對方提提提 哈哈 好就被射光了 好 被射了幾隻之後 還是退回去 兩邊都算一個給對手壓力 但是並沒有要來個大開戰的想法 但是這邊怪族特選點下了 那就確定了 黑拉這邊是要打算爆馬 爆到兔了 好 那要看一下蒙古MVL這邊經濟 是否能趕上貴族特選的產能速度呢 那這邊是一個4TC開局 1 2 3 4 4感 但是黑拉這邊是雙TC 所以這邊穿原術明顯有被拉開了一點 被拉開了大約 14撐左右 好 那起了這個城堡之後 就可以 阻止掉這兩個TC的發展 那這個TC可能送太到 那但是下面這些點 還是可以再做採進 好 兩隻奧布奇 但沒有繼續出 看來這邊要直接出 大量的馬 直接來打 奧布奇是出來撐撐場面的 並沒有想要打一個核心奧布奇的想法 因為防禦還沒有點下 所以奧布奇應該只是出來撐撐場面而已 實際上要打的還是這個騎士 然後在這邊農田就在補 然後在這邊農田就在補 好 待會重要就是黃金跟肉量 能不能達到 不斷 食物也不斷黃金的一個做法 好 這邊奇兵直接上來砍TC 那MBL的駱駱駱直接過來救 那能不能救到 那能不能救到 一個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後面有城堡 所以MBL也不能太明目張膽的直接做反制 這個TC終究還是要掉的 好 那 還裡面 到了城堡裡面 稍住休息 回個血 還在前線種田 這個M 這個Hela也是膽大包天啊 前線種田戰術 我玩波浪 我絕對不敢這樣子 真的是 高盾都不怕死 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這些 比較低段的玩家都特於怕死 他們都特於不怕死 這就是手術的差距嗎 手術帶來自信 雖然有城堡在下面 但這邊如果暈過來 還是要死一些聰明 應該 對手也沒這個餘力 現在光要守住家裡TC 就是個問題 好 左邊繞了一堆騎士想要繞後 家裡的這些建築物完全不理了 然後也沒有在家裡補城堡 可是在外面一直在補城堡要來做前壓 好 這邊騎士開始爆囉 騎士一直在出 騎士出一直在出 這邊排成每個馬就 都排了三隻騎士左右 要來瘋狂生產這些騎士 這邊還有點草藥血 草藥治療 這個草藥治療的話 就是可以讓你的兵進城堡 駐紮的時候回血速度變快 哇 這邊MBL 不是 這邊HERA是打算玩一個RPG遊戲啊 好 冒險者出去打怪練功 喔 練完之後殘血了 毀旅館休息 毀血 哇 這是有想法在的 好 這邊三隻 騎士被招降 但是 直接拉走 應該是不會被招到 戰馬 想要過來偷疊這個僧侶 但僧侶也跑得很快 好 下面的肉馬被抓包 肉 直接被弱頭吃掉 那這邊這個TC居然也被試得到 哇 這個城堡就架子連城 走到對方的大金 還弄掉兩座TC喔 現鑽五百目加兩百石頭 還有封鎖到一些田 這個城堡算架子連城 好 但是 黑拉這邊 並沒有打算要上帝王的時代了嗎 肉 這個騎士越點越多 但是 同一時間 NBL 已經快要到帝王時代 二級馬卡也要好了 但是 佳麗的兵並不是那麼的多 佳麗只要一些駱駝 直接進來 看來要打正面了 沒有要拉這個聲音 直接造三隻 應該問題不大 駱駝一個高打低 直接熱血開打 但是數量上好像 還能勉強頂掉 因為 本來 右兵的數量比較少一點喔 因為 我也要拉左邊一隊去打左邊的森旅 但是這邊村民 尾得非常快 保護到了 森旅的一個位置 好 但是這邊村民數太多了 沒辦法守住 大量的騎士淹過來 有些村民只能在TC底下 默默苦等著他要TC開門 但是 TC上面掛著牌子說 女村民與男村民不得進入 呃 全部都是男村民 這是男上加男 太難啦 這個TC 好 那這邊駱駝 大量 還在生產 那進土機出來 可能要開城堡了 那這邊 黑拉要再去打這個貴族特權嗎 不打算上帝王了嗎 哇這個牌城是怎麼回事啊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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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就是這樣 死馬就是 這個肉 肉量夠嗎 看他家裡農田狀況 哇 農田狀況 大概六個魔防左右 六到七個魔防 哇這個 肉量一直在跳 在這邊有黃金 消耗量真的很少 今天點這個騎士 只要30黃金 但是很省 食物也並沒有那麼大量 但是對方一直出駱駝 情況下 真的稍微 數量取勝才打得贏駱駝了 哇 但是這邊有大量聰明 被這個騎士 直接硬上了 哇 聰明處直接喊超 109打71 但是大量駱駝 上來 貴族特權 拖籃騎士 還是要場地上抽 好再來一波煙過來 想要先優先 打這個 巨型頭死竟 好等等再來 料理這些生女了 但是生女已經全部 都穿到裡面了 好這邊又再來一波 大開戰 大量駱駝 又再過來 直接硬拋應該又 再打一場比賽了 但是中間這邊的馬 一定少了 趕快退趕快退 但是駱駝的數量 越來越拖 黑拉有機會嗎 哇 黑拉直接蓋個萬里長城 想要直接封鎖 NBL的一個國境啊 哇 這個是不是有點像最近的 台海局勢啊 封鎖 封鎖 封鎖開始 直接一個大封鎖 不讓你出國 但是 NBL也不是被下大的 他有大量駱駝 小鎖 小鎖 能準備好 依舊還是可以衝出去的 媽 右邊也圍好了 笑死這個圍馬 直接駛養對手 好那這邊 黑拉也點下了 帝王實戰 那但是這邊其實依舊在出 但肉馬的量還是非常非常大 不是肉馬 是這個駱鎖 咦 但是為什麼這邊 沒有要點這個 重型駱駝呢 應該是沒黃金的關係喔 因為 帝王齒帶 正常來說是可以點的 那應該可能是被斷金喔 賣了一些 木頭 換這個黃金 點下了重駱駝 才剛講完就點了 但是由於經濟被封鎖的 MBL 孤立無緣 只能在家裡繼續農 而且資源已經快要被 挖荒了 因為這個主金 被 黑拉空在家裡 那家裡已經沒有半毛巾 可以挖了 MBL 有點尷尬 只剩下這些主力部隊 在前面喔 但這位主力部隊還沒生成重型 若陀 就要被硬上了嗎 好這邊 黑拉直接來 還要過來 硬打決戰 右邊騎士 直接開打這個 駿骨死雞 那駱駝直接 一陣排開 好這個 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駱駝的血量也要掉光了嗎 哇 數量太多 貴族特權 逃猛 直接用大量騎士 硬吃對手 蒙古的重 連重駱駝都還沒有 駱駝直接被吃光 重駱在升級之前 就 結束了 駱駝 駱駝 沒了 但是三級也好了 哇塞 這個 黑拉這個時機判斷蠻正確的 然後這個時機該上喔 還打得贏 這個時機抓也太厲害了吧 好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 黑拉的一個經濟 黑拉的經濟選擇是 封建時代 點下之後 點下來一級木跟一級田 那一級色 這些是在封建時代防守用的喔 這逼不得已只能點下這些科技 那以上 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點下一級挖死 那二級馬海 跟蹤技術 跟 呃 呃 伐木二 伐木二跟農田二 還有輪走都點下了 好這邊經濟科技點的時機算是非常非常早 很標準的一個升級 經濟升級的一個打法 就是不會到拖延太久 那優先都是二級木 但是我有聽一些大佬說 不然是要優先升農田 但我覺得有點 這有點算是主觀的吧 有點主觀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還是先優先點二級木 二級田我覺得晚點點沒有關係 但二級木一定是要點的 因為這個木頭差距量太大 木頭差距大 這個村民撒農田的速度就越慢 因為大裝率也很貴喔 要125木 好那 目前看起來 NBL的經濟沒有到非常好 一級田也是 到了點城堡之後才點一級田 雖然這兩種也是可以 但是 諸諸諸諸跟 HELA比起來 這一段經濟差距還是有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喔 這邊也是 二級法木到32分才點喔 那你看這邊經濟差距 就跟 HELA的話 就有明顯的一個差距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資源收成在哪吧 資源收成 木頭是 MBL的比較領先喔 因為這邊 HELA挖木頭的村民並沒有那麼多 並 比較把大量的挖木頭的村民喔 拿去採這個食物喔 這個大莊園灑的有夠多 都是用大部分的伐木去轉換成食物的喔 那這邊食物很明顯已經爆量了 你們想一下這個遊戲時間才剛剛上帝龍時代初期 46分鐘左右的時候 食物就已經快要領先對手1萬食物啊 快要領先食物是什麼概念喔 大概是 以肉馬一隻八十食物來算吧 我們就來算大概有100隻肉馬的量囉 那騎士換算下來的話 大約就是七八十隻騎士的肉量 那黃金的話雖然挖的很少 但是用大部分石頭的能力 因為波蘭挖石頭可以產生黃金喔 來補毒黃金的需求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喔 點一下貴族特權之後 其實HELA的黃金數量不是問題 因為這個貴族特權的黃金 只要30黃金就可以升一隻騎士 所以根本不是太大的問題喔 重要是這個食物要怎麼獲得 所以目前HELA這邊的經濟調配 算是一個非常精緻的一個波蘭的調整打法 MBL這邊有點算是地圖也不太好吧 所以大金也被封 資源也被封鎖 資源全部被封鎖情況下 立馬就打錯了軍局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也不算是MBL不太 打得不好 他打駱駝是正確的 但大金也被封的話 那就沒者了 好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